昨天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咱们东海那块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 被爆从日本出发后 静止前往东海 并于4月3日出现在了 东海长江口附近海域 据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 4月3日零时左右 美国海军的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 出现在东海长江口附近海域 并一路向南 该舰3月27日从日本港口航驱赫出发 静止前往东海针对性明显 近期美国海军在东海动作频频 美国太平洋舰队 3月30日发布消息称 美国第七舰队旗舰 蓝领号两栖登陆舰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 宙斯顿虚主舰金刚号 在东海海域开展了联合联席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消息中称 此次演习的内容包括 舰船编队航行通行和海上机动 目的是增强和改善双方的合作和互操作性 此次演习的独特之处在于蓝领号的舰载机 也出动参加 该舰上的直升机与舰艇编队协同飞行 并在演习期间降落在了日本金刚号驱逐舰上 另据美国太平洋舰队 在3月29日发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科蒂斯威尔博号 也于3月27日在东海开展演讯活动 还公开了舰上的武器操作人员 操控雷达设备和鱼叉反舰导弹设备的相关画面 对于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活动频繁等情况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大校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近日美方加大对华挑衅施压力度 对此我们的态度清晰明确 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美方一些政客在大选前为了一己私利 极力迫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甚至妄图制造意外事件和军事冲突 这种行径致双方一线官员生命安危于不顾 致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 致世界人民和平诉求于不顾 是不得忍心的 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稳定 我们奉劝美方一些政客 认清现实 保持理性 停止挑衅 推动两军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好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